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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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年纪大了 激情不太好啊 总之们 好大家好 我是瑞 那么这期咱们复刻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番外天 少年肖顿里边他外婆做的 号称德州最强的牛前胸啊 那我们从聚集里能够看到啊 稍等他复述了一部分他外婆的保密密房 那么我们知道的 现在确切知道调料是什么 有 自然粉 黄糖 甜红椒粉 黄剑木粉 还有孤形啤酒 孤形啤酒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东西 我当时150块钱同志们 就这么一个150啊 我当时杯都没打一下我就下单买了 给你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我拿到以后我当场我就崩了 一块香皂 男士香皂 你说你一个啤酒厂你出什么香皂呢 你卖150块钱 差点没把我气死 不过没事我问了一下 孤形啤酒就是蛋卫拉格 那么蛋卫拉格有一个跟他相似什么 就百威吧 对吧 你用百威就反正也是美国啤酒 就凑合了 因为调料不全没有全部复述出来 那我就在想 那么德州一般他们 对腌制牛前胸的方式 一般都是黑胡椒和盐 绝大部分 那么其他的这个香料我想呢 应该不适用于腌制这块肉 所以我就翻了恩多恩多的资料 就从这本书里找到了一个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 德克萨斯抹布汁同志们 别的我就不说了 一杯孤形啤酒 然后这个配方是从哪里来来的 是德州的一家烧烤店 我给大家献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 Cooper's Old Time Pit Barbecue 同志们 烧灯的姓是什么 Cooper啊 所以你说巧不巧 其他的调料肯定都是用于这个抹布汁的 因为最早的时候 德州的这种烧烤都是像那个 Snow Barbecue 他们家的那个 这个就是个PIT 就是个烤坑 就一下掀盖 下面是炭的那个 都是这种温度比较高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上面刷这个抹布汁 而不是喷水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种方法来复刻一下 据说是德州最棒的牛千胸 跟剧中一样 这次我用的也是极佳级的牛千胸 腌制生肉呢 我只用了海盐跟黑胡椒 剧中的平价延续了 我刚好有一个同款的 不过这种烤炉啊 炉体太薄 开盖角度太大 温度流失很严重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 防火砖包上锡纸 那砖头可以长时间保持热量 大大提高了烤炉的保温性能 那第二个问题 烟囱太短了 会造成炉内的烟气循环不通畅 解决办法 用锡纸在烤炉内部自制一段烟长管 这样烟囱它总体呢就变长了 接下来我们把火箱里的烤网摆成倒三角形 这样可以让木头一直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 利于空气的流通 燃烧就更完全 把提前烧好的木炭转移过来 作为这次慢烤的炭床 那为了防止高温火焰灼烧到烤肉 我们还需要用锡纸包住烤网来做一个导流板 OK 接下来我们把木头放进去 等待你的还有不少于半个小时的调温过程 当然你也可以用全自动的颗粒烟熏炉 手机设定好温度 把牛肉放进去装上温度计 搞定 好吧 黄油洋葱大蒜炒香 我们来做今天的酱汁 那配料呢我打在了字幕里 这种酱汁需要一定的流动性 不要做的太粘稠了 因为它的一个功能呢 是跟烤肉降温 OK 这个时候我们的传统烤炉温度 应该也达标了 水盆放在导流板上 牛肉放进烤炉 厚的一边朝向火源 薄的一边朝向烟囱 接下来你只能选择 或者从晚到早 或者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 寸步不离的去控制火焰和温度 哦 对了 你还得准备一把斧子 因为木头总有烧完的时候 三个小时以后 我们开始每隔三十分钟给牛肉刷一次酱汁 我做了一杯感觉好像少了一点 应该是一块肉做一杯就好了 当你感觉肉上部的脂肪层已经开始变软 而内温一个小时都不怎么升高 甚至有时候下降一两度的 我们就要考虑把它包起来了 这次我用的是屠夫纸 里边我喷了30毫升1比1的苹果素和水 屠夫纸我是觉得有一定的透气性 不会让牛肉表面过于潮湿 还是个人感觉更适合牛前胸 包好的牛肉放回烤炉 炉温升高20度 再烤7-8个小时就可以拿出来静置了 炉温和大石 炉温冷中 炉温和民味 炉温和大溫 炉温和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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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最棒的牛鲜鲜 哎呀 哇 美 同志们 实在是太棒了 我根本不知道要去怎么说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做牛鲜兄可以往上刷酱 然后刷酱以后的味道这么棒 一口下去我能咬的断 吃起来呢我也不觉得费劲 刚刚好他还有一点嚼头 我刚才为什么我说 哇天 朋友们这真爱啊 哇 整体这个肉的这个味道的配比 甜酸咸香 全部都在里面 这个肉现在吃起来很有嚼头 嗯 细心小伙伴 我觉得肉看出来我吃的这个地方 是瘦的那一边 你敢信 不是肥的 我相信大家刚才看见我一刀下去 有多少水从里面喷出来了吧 这是瘦的那一边 一点都不拆 你这个呢 你这个呢 是我用那个 有脚蜂蜂 有脚蜂也好吃 你吃起来它是软的 也好吃 总体来说同志们 我觉得哈 大成功同志们 大成功 我现在吃的这个味道 跟我以前做的牛肩胸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哪一个好 肯定是这个好 风味滋味整个口感下来 全部都非常好 这两块肥的呀 我就不吃了哈 同志们 留给你们啊 留给你们 好同志们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啊 咱们下期再见